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这次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是 传闻推量的 ラシィ的用法 这个ラシィ的用法是 前面接的是普通型 然后男性隆子名字 如果是现在肯定型的话 就不要的 直接接ラシィ就好 然后这个ラシィ是 后面不会再变化 比如说ラシィカッタ这种的变化没有 顶多接的是 定音的です 那其实比较常用的是 普通的ラシィ这样子 那这个ラシィ是 大概有分成两种用法 一个是转文的用法 就是说像谣言那种 八卦这种绯闻 这种的不确定不明确的消息 当作话题的时候 就是听说好像这样子讲的时候 就常用这个ラシィ 比如说 あの芸能人は浮気をしているラシィ 那个艺人好像在高外遇 这样的 好像 还这样的时候 讲八卦的时候 就用这个ラシィ 然后要注意的是 明确的消息来源 听说是什么 这个的时候就不要用ラシィ 就是要用 ソーデス ソーダ ソーデス 听人的的话 ソーデス 普通的的话 ソーデ 比如说 有很多客人排队 这个店好像有人气 很受欢迎 但是 只是我看到 现在刚好看到排队 那这个排队有可能是 就是 比如说 库存 清仓的大排卖 或者是半价 的大排卖 那这样子的 很便宜 所以很多人买 不一定 这个是很受欢迎的店 那 不太确定的根据来去推断 推量 的时候 就这个 可以用这个ラシィ 那反正 闯文的用法也好 推量的用法也好 都是比较不确定的状况下 讲 听说 好像 看起来 好像 那 不太确定的 都是 一个 这个 这个ラシィ的用法 很重要的特征的地方 所以呢 很有责 要有责任的发言上 不能用这个ラシィ 比如说 医生的 看病的 证断的时候 不能用ラシィ 比如说 筋腸型ずつ ラシィですから 筋脂肝薬を処方しますね 好像你是 紧张型的头痛 所以 就是 舒缓 肌肉的 要我舒缓给你 这样的时候 ラシィ就不能用 ラシィ是 按照 不太确定的根据来下判断 那医生是不能这样子 不太确定的根据来下判断 所以这个 有责任性的发言 不能用 ラシィ 那怎么办 就是 好像 还是要讲 好像的时候 怎么办 那就是用 ヨウです ヨウ的 那这个 前面是名字的话 加一个 ノ 然后ヨウです 这样子 所以 筋腸型ずつのヨウですから 筋脂肝薬を処方しますね 这个的话 OK 那这个ヨウですの用法的话 另外影片里面 另外一个影片我会介绍 然后还有要注意 区别要注意的是 还有一个ラシィ的用法 就是名字 直接名字 直接接个ラシィ的 然后这个是一种写为词 所以名字后面接 ラシィ的话 这个是会 要视为 以后要视为 一形容词的变化 所以 ラシィ的一句调 クナイ ラシィクナイ 这种 或者是 一句调 叫カッタ ラシィカッタ 这种变化 都有的 然后刚才讲的 这个ラシィ的话 后面不能再变化 顶多接的是 です ラシィです 那这个的话 ラシィです ラシィクナイです ラシィカッタ 这样子会变化 但是前面 ラシィ的前面 只能接的是 自能接名字 这个ラシィ的话 前面接的是 普通型 所以 动字 意形容词 那形容词 名字都有 可能接 都可以接 这边的话 这个它会 只能接名字 然后这个 ラシィ的用法 是 很有什么 什么的风格 就是 呈现出 有A的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部分 的 很典型的 性质 呈现出来的时候 用这个ラシィ 那比如说 責任を取らないのは 男らしくないよ 不负责 认识 没有男性的 风格 这个是 ラシィ 的 否定性 らしくないよ 一心論 一样的 变化 这是 これは 天心大用法 のラシィ 再来以下 京都は 日本らしい雰囲気 を楽しめる ところ です 京都市 可以享受 很有日本的 气氛的 地方 和风的 建筑物 也是 日式的建筑物 很多 还有 武器 意志 在走路 很有日本的 样子 日本らしい雰囲気 を楽しめる ところ 这个是 典型的 ラシィ 的用法 那即使 这个 ラシィ 的界面 写名字 那这个 也即使 可以 名字 不要加 ラシィ 也有 那例えば 听说 好像 の ラシィ 前面 加个 名字 的话 也是 直接加 名字 加 ラシィ 例えば 像 这个 世界で 高齢化が 一番進んでいるのは 日本らしい 在世界里 高齢化 最 严重的是 听说 是 好像 好像 是 日本 日本らしい 这样子 这里 也有 日本らしい 这里 也有 日本らしい 怎么办 怎么办断 日豪 两个方法 就是一个是 句子的前后 来办断 这个是 好像 典型的 ラシィ 的用法 这个 好像 听说 好像 ラシィ 的用法 这样子 半断 还有一个是 这里 切尾子的 ラシィ 切尾子是 跟前面的名字 连接起来 然后形成 又是一个 单字 所以 前面的名字 跟ラシィ 是 一旦 合起来的话 要视为 一个单字 那日文是 有一个 发音的 大原则 一个单字 只有一个 高音部的 原则 比如说 比如说 哪里かな 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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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子 高音部 有两个地方 那 这个 日本 ラシィ 这样子 的时候 这个要视为 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 所以 这个 日本ラシィ的话 日本 原本 日本的 单独念 日本的话 日本这样子 下来 但是 这个要视为 一个单字 所以高音部 不能有两个 所以 日本ラシィ 这样子 高音部 只有一个地方 日本ラシィ 这样子 因为 日本ラシィ 这个是算 一个字 所以 高音部 只能有一个 那 这个 ラシィ 是 毕竟还是 前面的部分 跟 后面的 这个 ラシィ 的部分 是不同的 单字 来看待 所以呢 听说 听说 日本 的时候 听说 の ラシィ 跟 日本 是 分开 的 那 日本 ラシィ 这样子 有两个高音部 因为 这个是 日本 跟 ラシィ 是 要视为 分开 别的 单字 日本 ラシィ 有点心 这个 用 翻译 ラシィ 的话 因为是 结尾词 所以 合并 还是 一个字 所以 日本 ラシィ 算 一个字 日本 ラシィ 算 两个字 这样子 所以 音调来 也可以 半段 日本 ラシィ 的话 点心 的意思 日本 ラシィ 听说 好像 的意思 听说 好像 是 日本 的意思 那 这个 ラシィ 的用法 是 另外 点心 的 ラシィ 是 另外 别的 影片 里面 也会 介绍 先 这一次 我们 重要 的是 这个 不太 确定 的 听说 好像 不太 确定 的 半段 推量 的 好像 这个 请大家 好好 学习 这个 非常常用 所以 请大家 好好 保 大丈夫 ですか 例文 あの二人は 付き合っている らしい 緑黄色野菜は 目の健康に いいらしい ですよ 新井さんは 最近 仕事を辞めた らしい 高圧剤を 飲んだ 後 グレープ フルーツや ザボンを 食べる と 危険 らしい 会話 最近 円安が 止まりません ね そうですね 輸入品が 高くなって 大変 です まだまだ 円安になる らしい ですよ え じゃあ ドルを 買っておいた 方が 良さ そうですね はい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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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